從小就是基督徒的我 但是我就是進了社會 走入職場之後 其實我就餘生脫節了 就沒有在教會生活 也經歷到人生的最低潮 最低谷的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 我選擇了去尋求 可能拜偶像 甚至遇到問題 沒有答案的時候 我就會去算命 心裡其實沒有真的很平靜 對 我發現心裡其實還是 非常的貧窮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其實我想要再次回到教會生活 對 因為我覺得經歷太多的挫折 那我一進教會的那一刻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沒有參加主日 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走進來 聽到聖歌 其實我就崩潰 上帝就跟我說話 他說 孩子你終於回來了 我可以感受 上帝他的愛 他緊緊地抱住我 他找到我 對 他讓我回家 小組的生活 他帶給我不一樣的看見是 我學會順服 對 那因為可能在工作上 公司可能幾乎都是 別人可能要聽我們的 對 但是來到小組的當中 我學會放下自己 對 然後去順服 然後去聽別人的需要 我覺得在小組的生活當中 不斷地被餵養 因為進了教會也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每一次聽到 就是要抱一萬的時候 其實是很抗拒的 因為就會覺得 時間要分別出來 是一件很挑戰的事情 上帝就對我說話 他說你要先尋求我的國跟我的義 我並要加添給你們 對 那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 其實上帝是想告訴我 我應該是要奔跑在他的道路上 而不是奔跑在 我一直在追求那個事業的 看得到的 屬世的東西上面 我在這邊找到我自己人生中的答案 透過教會生活 那家庭也變得比較和樂 那先生跟女兒也受習信主 然後走在神的道路上 對 我覺得在全家信主 對我們家庭來講 是這一生當中最大的祝福 神也就是看過我的工作 我的事業 所以在我的生命的人生的道路上面 事實上就比較不會那麼跌跌撞撞 我很感謝上帝 就是在茫茫人海當中 就是他看到我 找到我 翻轉我的生命 對 那我的生命真的是 有神的同在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幸福 也非常感恩 在茫茫人海當中 人生的道路上 人生的道路上 感谢观看